背后人称为英人文明之乱的战乱 被视为是日本战国时代的开端 而如果想要了解英人之乱的背景 就不得不从视听幕府的第六代幕府将军足利异教开始讲起 应用32年2月27日 视听幕府的第五代将军足利异量病逝 年仅18岁 由于足利异量没有子嗣 因此幕府的大权落入了其父足利异职的手中 幕府将军的位子也足足空出了三年 然而三年后的英勇35年正月7日 正当壮年的足利异职在洗澡的时候 不小心抠破了屁股上的肿物 导致伤口化农感染 十日之后更是进入了病危状态 足利异职除了异量以外并没有其他儿子 因此他的护持僧提胡四三宝院门记满记 连忙到来了幕府管领田山满家 以及重臣斯波益纯 西川池园 山明石熙 田山满泽等人 来到了足利异职的病榻之前 虽然足利异职没有儿子 但是他还有四个弟弟尚在人世 因此牧尘们希望足利异职在临死前 能够指定一个继承人来继承幕府将军之位 然而足利异职却对臣子表示 自己不愿意指定继承人 让牧尘们自己看着办 后世认为足利异职在临死前 不愿意指定继承人 正是因为幕府将军权威弱化的缘故 足利异职的父亲足利异满 曾经宠爱小儿子义四 想要废掉足利异职的将军之位 多亏了当时足利家的众臣 斯波异将与其儿子 时任幕府管领斯波异众 支持足利异职 这才让他没有被废敌 所以足利异职心里 应该是这么考虑的 不管自己指定谁做继承人 只要没有众臣的支持 必然做不稳将军之位 与其这样 倒不如让牧尘们自己选择 一个他们喜欢的人 来做将军好了 不过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足利异职不指定继承人的原因 非但不是将军权威衰弱 而是其专制独裁的结果 在儿子足利异职死后 足利异职曾经去石清水八番宫参拜 回来之后便梦见自己又一个儿子出生 因此他才在足利异职病逝 到自己病危的这三年内 没有指定任何一个人做继承人 一方面足利异职认为自己身体被棒 不会那么早就去世 另一方面他认为八番神给了自己起世 不久之后一定会有儿子出生 因此才不愿意去指定继承人 然而到了当天晚上 足利异职便失去了意识 不省人事 在次日也就是2月28日的夜里病逝 牧尘们早就做好了准备 将足利异职的四个弟弟的名字 写在了签上 前往石清水八番宫摇签 在八番神的见证之下 牧尘们抽中了比瑞山清廉院的门禁议员 正月19日 田山满家带着一众牧尘前往比瑞山清廉院迎接议员 然而议员见到牧尘们后 却坚决不肯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将军之位 最终 在牧尘们的一再坚持下 议员才同意下山 被牧尘们迎入了公卿日也一资的家中 3月12日 议员在牧尘们的主持下举行了还俗仪式 取名为足利以轩 并出任从五位下左码头的官位 正式成为视听幕府的新一任主公 不过 面对牧尘们擅自盈利的新军 当时的朝廷似乎对此有些不满 直到过了一年两个月后 朝廷才给足利以轩颁下了出任争议大将军的诏书 而足利以轩也在将军宣下的前几日 举行了圆府礼 改名为足利一教 让牧尘们没有想到的是 还俗之后的足利一教 立马露出了自己残忍狡诈的一面 足利一教不但用铁血手腕 镇压不服从自己的人们 还大力插手牧尘家族内部的私事 引得许多人敢怒不敢言 当时视听幕府在日本关东地区 还有设立一个名为关东管领的职位 用来统治东日本 由视听幕府的二代将军 足利一拳的弟弟足利姬氏及其子孙出任 后来视听幕府的三代将军 足利一满建阅自称公方以后 足利姬氏的孙子 时任关东管领的足利满间 便也建阅自称关东公方 可以看出 关东足利家对视听幕府 其实有着不小的野心 早在足利一辆去世时 四代关东管领足利池氏 就曾给幕府将军足利一池去信 希望将军能够收自己做养子 让自己出任下一任幕府将军 足利一池自然是没有答应足利池氏 因此在幕府拥立足利一脚为主以后 关东攻方足利池氏便掀起了叛乱 视为永响之乱 等到永响之乱结束以后 足利池氏兵败身死 而他的支持者又在北关东的结成城 拥戴足利池氏的遗子举兵 此籍结成合战 加急元年4月16日 幕府军攻陷结成城 历时9个月的结成合战结束 22日夜里 结成合战获胜的消息 从关东传到了京都 幕府上下为之士气大振 为了庆祝消灭关东攻方势力的喜悦 幕臣之一赤松教康 邀请将军足利一教 与一众幕臣一同前往自家赴宴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从这一刻开始 日本的历史走向了转变 当时是听幕府的副官管领 由足利将军家的庞系斯波武为家 田山金吴家 西川经兆家三家轮流出任 这三家被称为三管领 而幕府机构是所的最高长官所司 则由幕府重臣赤松家 山明家 荆棘家 以色家出任 因此 这四家被称为四职 赤松教康便是幕府的四职家之一 赤松教康的父亲赤松满幼 曾因为得罪足利一教 被禁止前往幕府出世 所以十年十九岁的赤松教康 才会取代父亲 成为重臣之一 六月二十四日的下午三十左右 幕府将军足利一教 带着管领西川池之 牧尘田山池永 山明池峰 西川池长 大内池氏 荆棘高树等大名 进入了赤松教康的家中 赤松教康随即招来了人表演原乐 众人也开始了酒宴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 众人身后的屏风突然被打开 数十名身着甲皱的武士闯入宴会厅 如砍瓜切菜一般 对在座的将军与牧尘们展开了屠杀 幕府将军足利一教 和坐在他身旁的石建国守护山明西贵 在还未反应过来 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便被杀死 足利一教的进士 戏川池春 则被乱军砍掉了一只手臂 大内池氏 荆棘高树 山明池峰 西川池之等大名则立即起身迎战 边打边逃出了赤松家的宅邸 其中大内池氏 西川池春在回家不久后 便因重伤感染而死 赤松教康在杀死足利一教以后 便纵火烧毁了自家的宅邸 随后与叔父赤松则凡 一同将足利一教 与山明西贵的首级插在长枪之上 随后便与父亲赤松满游一同 离开了京都 返回了赤松家的领地 波摩国 赤松教康暗杀将军的原因众说纷纭 当时福建公贞成亲王 在日记看文日记中提到 足利一教早就定下了讨伐赤松家的计划 但是被赤松家察觉 所以赤松教康才先下手为强杀死了将军 而军纪武加吉纪中则记载道 足利一教喜好难色 特别宠爱赤松一族的赤松真村 便想要废掉赤松教康的嫡留之位 将赤松家的领地赐给赤松真村 这才被不满的赤松家杀害 不过 虽然赤松真村的生年不明 但是他却在英勇23年就已经出家入道 按当时的惯例来看 赤松真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而足利一教出任将军 是赤松真村出家13年后的事情 除非足利一教是个大输控 不然从年纪上来看 二人之间实在很难会有男色关系 总之 当时幕府内部 没有被足利一教干涉过家族内政的 仅剩下西川家与赤松家 正是由于这种危机感 才导致本就与将军关系不合的赤松家 下了杀死将军的决心吧 幕府管领西川迟之 在足利一教被袭击之际 抛弃主军独自逃生 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胆小鬼 然而 正是这个胆小鬼管领 在足利一教死后 独立撑起了视听幕府的大局 在西川迟之逃出生天的夜里 他便派遣丹波国守护 戴内藤真正前往后花园天皇处 告知将军足利一教被暗杀的消息 稳住了朝局 次日 西川迟之召集了幕府的幕臣们 召开平定会议 决定拥立足利一教的嫡子千叶茶丸 为新任视听殿 同时众人一致决定在新视听殿成年以前 幕府的政务由管领西川迟之代为管理 此后 西川迟之向朝廷请来了讨伐赤松家的轮职 将赤松一族定性为朝敌 随后派出军队进行讨伐 西川迟之一共安排了两路大军杀入赤松家的领地 主力军由西川家属留阿波国守护西川池场出任大将 下辖淡陆国守护西川成春和全国半国守护西川机支 赤松甄村 有马持家 武田国信等将 自京都沙相波魔国 另一路偏师则由山明池峰率领的山明一族 自山英地区沙相波魔国 可以看出 这场讨伐赤松家的战争完全是西川家山明家的个人秀 然而由西川池长率领的幕府军进军却十分缓慢 除去西川一族并不完全听从西川池之号令的原因以外 只怕是因为大家都对赤松家抱着一定的同情心理吧 8月14日 赤松军久等幕府军不来 便主动出击 袭击了被前国美作国的亲幕府方势力 此外 当时在波魔国出家为僧的足利直冬的后裔在赤松家的拥立下还俗 取名为足利一尊 以警员御所自居 向各地的国人发取书信邀请大家支援赤松家 推翻视听幕府 足利直冬是视听幕府初代将军足利尊氏的庶子 后来成为尊氏弟弟足利直役的养子 在足利尊氏 直役兄弟反目以后 足利直冬一直站在养父的一方与视听幕府对抗 足利直一死后 足利直冬更是成为了西国反幕府的先锋大将 因此足利一尊的出现触动了幕府的逆林 原本消极代工的幕府军立马振作精神 开始对赤松家发起真正的攻击 8月19日 西川成春率领船队烧毁了波魔国的盐乌关 随后陆路方面的西川池长赤松甄村等也趁势进军 只是还没等他们发力赤松满右教康父子身死的消息就传到了幕府 与幕府军的主力部队不同的是山明池峰率领的偏师 山明家本是视听幕府在西国的第一霸主 可是自从三代将军足利一满讨伐山明家的明德之乱以后 山明一族的势力被大大削弱 其麾下的领地美作国也被封赏给了赤松家 正是因此 山明一族在讨伐赤松家时各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 早早地就杀入了救灵美作国之中 9月5日 山明池峰率军攻陷了赤松家的根据地反本城 赤松满右教康父子退入成山城防守 成山城又名白骑城 当年赤松家的祖先赤松元新正是在此地起兵讨伐连仓幕府 建立起赤松家的基业 可是在山明君攻陷反本城之际 许多赤松一族与家臣都被山明君杀死 赤松满右眼见大势已去 便在成山城纵火烧成 随后自尽而死 赤松教康则在父亲的掩护下突围逃走 9月10日 山明君在成山城的灰烬中找到了赤松满右的尸体 山明池峰砍下了赤松满右的首级 将其与杀死将军的赤松家家臣 安基行秀的首级一同送到京都市中 赤松满右的弟弟赤松一雅 前往幕府军中同为赤松一族的赤松满正镇中投降 不久后便自尽而死 赤松一雅的儿子千代丸 则在赤松满正的掩护下逃走 千代丸在康正元年 但是他的儿子赤松正则却成为了后来复兴赤松家的关键角色 润9月赤松教康被发现出现在岳父伊士国国司北田教险的家中 在北田教险的逼迫下 赤松教康也引咎自尽 首级在9月5日送到了京都五条河原市中 而那个警员遇所足利一尊 在赤松家灭亡后再次穿上僧衣出逃 于次年3月在京都被田山池国的家臣杀死 讨伐赤松家以后 赤松家的领地波摩国 美座国被钱国被赐给了功劳最大的山明一族 波摩国被赐给了山明池峰 美座国被赐给山明教卿 被钱国被赐给了山明教支 而和足利一教一同遇害的山明西贵的石建国守护 则由山明教支兼任 再加上山明一族原有的淡马 阴藩 伯齐 石建 背后 安逸六国 山明一族重新成为拥有九国领地的超级家族 此外 赤金国的中岛郡 波摩国的明石郡 加东郡 美囊郡被收为幕府将军的直辖岭 由戏川池贤出任中岛郡的代官 赤松满正出任波摩三郡的代官